大野嗨 原來我也會角色扮演系列 終於來到了極餓公 為什麼極餓公放在這麼後面呢 畢竟呢 極餓公的他的看法 跟正常呢 我們對應十四祖星的解釋 稍微有一些些不同 那麼 你要知道你到底會不會出什麼狀況 出了什麼事 其實要對應的還是在預線盤上面 但我們今天要交給同學的是 當你在看著你的本命盤的時候 你在看著你的極餓公的時候 上面有出現什麼樣的星藥 它對應的會有什麼樣的解釋喔 那我們知道在極餓公呢 其實你的本命盤想要告訴你的是 兩大方向 第一個你會有什麼樣子的長相 這個是本命盤上面 直接就可以看出來的喔 那另外一個呢 會是代表你天生有什麼樣的體質 這個跟遺傳有相關喔 因為你的身體來自你的父母啊 那就針對這兩點關於長相的部分呢 所有我們現在知道的這一些星藥 對應會有什麼樣的長相呢 大致上都是來自於 行信父裡面對於他們的一些形容詞喔 行信父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去參考一下 紫薇董事選書裡面有其中一篇喔 講的就是一大篇行信父的內容喔 有興趣就可以去翻一下 那另外對於天生體質的部分呢 我們又可以從極餓公去衍生出 欸我對於我身體會有什麼樣子的對待 對應的態度 因為我這樣的外表會帶給我我什麼樣子的個性 其實也有可能是可以從極餓公看出來的 那麼提到剛剛的長相的部分呢 基本上我們在教學的時候 都會讓大家知道喔 影響到你的長相其實是 不是只有極餓公 你要看到四個公位 包含你的命公啊 牽移公啊 父母公跟極餓公 照理來說這四個公位都要看 那麼對於剛開始學習的朋友來說 你可以先從你的命公跟你的極餓公 這兩個公位先來參考先來看喔 那麼我們就會發現 在這四個公位或這兩個公位裡面呢 一定會有一些比較強勢的心藥喔 比較有power的跟比較溫和的心藥 那麼對於你的長相的影響 在這一塊方面呢 或許你會發現這一些比較強勢的心藥 能夠影響你多一些些喔 你會自動偏向那些比較強勢的心藥來看喔 舉個例 就像如果你的命公是巨門心 而你的極餓公 這時候就會是紫威破君喔 巨門心的長相跟紫威破君的長相 其實他們稍微有一些不同 但是因為紫威心 它是一個比較強勢的心藥 所以你的整體長相 會帶有蠻強烈的紫威的感覺 紫威就是貴氣嘛 一個皇帝會長什麼樣子 不可能給你落不驚風什麼的喔 皇帝再怎麼樣也很有班喔 身材會稍微中等 看起來也有胃氣 但是因為你的命公還是帶有巨門心藥 那巨門心呢 我們就知道它的腮幫子或許寬一些 在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啊 原來呢 這一些狀況 同時會出現在這一位命主身上 只是你可能會比較強烈感受到那種 強勢的心藥帶給它的外型影響喔 好接著我們就來看一下 當十四屬心出現在你的劫二宮的時候 我們會有怎麼樣對應的 或許是長相 或許是你怎麼樣去使用你的身體的態度跟狀況 一起來看看 第一個紫威心 我們就知道這個紫威心 自然而然會顯現出一個給人家很有貴氣的感覺喔 那紫威心呢 在中年過後 它比較會有這樣子的狀況 比如說小腹比較凸啊 背後 背變得比較厚啊 厚實喔 那在天生體質的部分呢 因為五行的關係 所以紫威心的人 天生他們的腸胃啊脾胃 或許沒有這麼的好 那麼好好的注意養生 那當然後面就比較不會有什麼狀況 不然啊 像這種地心喔 中年過後 比較容易產生的都是所謂的富貴病喔 什麼叫富貴病 就是那種要好好不了 要死也死不了的 一直拖著你的這樣子的狀況喔 第二個天府心喔 天府心一樣是地心喔 所以當然天府心的人 也會讓你有這樣子貴氣的感覺 那麼對於男孩子來說呢 他或許額頭寬喔 下 額頭高下巴寬喔 但女孩子呢 他會看起來比較雍容滑味 男女稍微不太一樣 但是基本上他們都能夠給你非常貴氣的感覺 那因為五行屬性的關係 基本上天府心 天生的腸胃脾胃的狀況 也是稍微比較弱的喔 這個在人生過程當中 也要好好的去注意一下囉 下一個天基心 天基心的長相呢 就會讓你真的有他很聰明的感覺喔 包含了額頭高啦 下巴尖啊 看起來就很像是學者的樣子對嗎 但天基心的人 他會有這樣的狀況 或許是因為他們的消化也不是太好喔 所以這樣子讓他們好像不是那麼的容易胖 當然你還是要搭配其他的組合喔 但天基心的人大致上來說呢 要發福大概也是中年過後的事情 那麼另外因為天基心還有對應的組合會不一樣 比如說他有天基巨門啊 天基天涼啊 天基太陰啊 這種顯現出來的狀況跟特色也都不太一樣 對於雙心組合的部分呢 基本上呢 如果你是雙心的組合在你的集合狗裡面 那麼你這兩顆西藥的特質特性 甚至是長相喔 影響你的部分 同時存在喔 同時會發生在你身上喔 如果是像天基天涼的組合 我們先劇透一下 你有可能長得像大樹一樣喔 因為天良心的人也是比較高比較瘦 所以加上天基就是素重之素喔 那像太陰心 它是一個媽媽的心藥 通常太陰心的女孩子臀部會寬一些 那麼它也會去影響到天基太陰這個雙心組合 它雖然瘦但臀部有可能比較大喔 好其他的我們在其他的心藥再來介紹 下一個天良心 這個被稱為老人心藥的天良心啊 自然而然呈現在外面的就會有給你感覺比較成熟的狀態喔 那麼一樣天良心就像剛剛提到的 它就像棵大樹一樣喔 即使像對應身體裡面的骨頭啊 它也是大根的粗的那一種骨頭 所以天良心的外型基本上呢也是屬於高大這樣子的狀態 對應它的屬性呢一樣是脾胃 天生稍微弱一些喔 下一個天童心喔 這個天童心對應等於唇紅紫白 這個是標準長相呢 基本上呢天童心的人呢 皮膚狀況會不錯 而且看起來呢也會比實際文明 稍微更年輕一些喔 很多人會覺得天童心感覺好像有一些腐態 其實不太算是 因為它們是屬於瘦不見骨的這種情形喔 不管它多瘦 因為你都看不到它的骨頭 所以你就會覺得它肉肉的感覺很有肉感 但不是所有的天童心都是胖的喔 其實只是它的骨頭沒有讓你發現而已喔 那另外呢因為天童的人啊 甚至是在極餓宮的人 我對於身體的使用態度喔 我可能比較喜歡甜食喔 這個屬水的形樣呢 相對的也會影響到你的腎血循環 腎水循環喔 所以天童心的人其實在天生 關於唐尿的部分 還有關於婦科的部分 相對都是弱一些 其實這些事都需要注意的 下一個太陽心喔 我們都知道太陽心有一個標準的長相 叫做大眼皮膚白 雖然有時候會聽到老師說什麼 欸 太陽在旺位 太陽在弱線位 男生 女生會黑一點會白一點呢 但是這個是太陽跟太陽之間比較 總而言之 當你發現你的好朋友 你的愛人 你的另外一半 他是太陽作命或是在極餓宮的人 他就會相對其他人 皮膚就是比較白 眼睛就是比較大 好像還蠻吸引人的喔 但太陽心的人呢 他們其實都還蠻高挑的 蠻大隻的 骨架其實都還蠻大的喔 那對應身體的狀況呢 太陽心也會有對應像眼睛啊 心血管這方面的部分 天生或許稍微弱一些 也是在運線走的時候 要多多的注意的 下一個太陽心 好 這個非常有女人味的心耀呢 對應他的長相其實都非常的秀氣喔 而且呢眼神也非常的靈活喔 這是太陽心給人家一個很長得很不錯 很漂亮的這樣子的一個意象 那麼剛剛有提到太陽心的人 他們有一個特色在於他們的臀部喔 如果女孩子的話呢 你是太陽心在命宮或是擠熱宮 那麼你都很可能會有屁股大的狀態 但是如果你是男性的話呢 對應的卻是屁股翹喔 這個倒是可以去好好觀察生病的朋友 去注意一下看看 那另外 還有屬水的太陽心 要對應的一樣 就是婦殼喔 要特別的注意一下 還有 腎水屬環的這個部分 下一個 同樣是屬水的天象星 天象星呢 通常我們對應於它的長相 都是有非常修長的身材喔 就很像是Model一樣喔 Model身材就是前胸貼後背 或許很多人喜歡這樣子 纖細修長的狀態喔 但天象星在腫瘋過後 你還是要注意一下整體的搭配狀況喔 那麼因為屬水呢 所以一樣腎啊循環啊 另外因為天象 它有對應這個網絡的部分的形容 所以呢 在我們體內的網絡 像是內分泌系統啊 像是淋巴系統啊 這一些系統呢 這些身體裡面的網絡 天生狀況或許會有一些 那一樣的其實多多的注意 等於是我們要注意到 我先看這個網絡 看這兒 是有趣的 是有趣的 會有封印的 所以我們要注意到